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介紹我們七位好辣醫師團 除了算命會看面相首相 你知道醫師居然也可以 靠這一些來看病嗎 今天好辣醫師團就要來大公開 如何看出你有什麼病 今晚的三位藝人 也跟我們一起來討論 你們兩個很演戲啊 對 我們是歐巴 對 在8月24號在這個 Choke TV 就要Choke TV 那這是一個黑色幽默的喜劇 黑色幽默喜劇 所以我們整個海報呈現的就是 類似 類似一個凶殺案的一個海報 對 海芬有演出嗎 我有演 對 海芬演出 她的海報在 Hawk 對 夾成中 那為什麼說我們是歐巴 可能現在大概對於歐巴的印象 都是年輕 俊美 然後要韓國籍 難道說我們在地就沒有歐巴了嗎 有 我們叫歐吉桑 對 但是歐巴 但是我想呈現一個 完全不同的一個想法就是 只要你有一顆真心 你一樣可以成為異性心中的歐巴 其實我們今天探討的是 中醫看病當然是望聞問切把脈 有時候查驗官司就知道她病情 但西醫有沒有辦法做到這一點 西醫他們說 真的還假的 對 到底西醫可不可以呢 我們讓她自己舉牌來看看 來 請舉牌 江醫師有 從硬塊 腫塊找出疾病是真的嗎 來 請 其實會來看我們外科的事 常常你身體不小心 摸到一個腫小的東西 你就會來我們一般外科看 其實可能各位講一下 其實從摸到硬塊 其實我們大概會知道 你得到什麼毛病了 像我之前有個案例 就是四十幾歲的 算中年人吧 他就頸部長了一顆 大概三公分的一個腫塊 他竟然我一摸 我就跟他講說 我第一句就問他說 你最近有沒有咳嗽 他說還好 沒有什麼特別嚴重的咳嗽 結果就問說 那你吃東西 會不會覺得 胃部長長不舒服 他說對 最近這半年來吃東西 胃部都長長不舒服 我就說 你要做個胸部X光 跟照一下胃鏡 他就一檢查完 他胸部X光是沒有問題 可是胃鏡一照 他是胃癌 他就是胃癌 當然後來那個病人的處理狀況 是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就想說 為什麼我頸部有腫塊 我去跟你檢查頸部 我去跟你檢查肺部 我去跟你檢查胃 對 因為這種東西 長在頸部的這種腫塊 我說我一摸 我知道它是 如果不是 不是你那些病毒引起的話 這大部分都是癌症 那癌症的話 它有轉移的話 它有 像癌症轉移的話 基本上是走兩條路 一個是 那血液轉出去的話 這位置就比較不 就常常會到肝臟去 為什麼 我真的插嘴一下 你不要一直盯著我這樣 我心裡面真的很緊張 你可以就是往內地看一看 因為他從一分鐘之前 我跟妳講 他把你當病患在講 沒有 你可以這樣子 四周掃 掃手掃好不好 可是這個也不是說 如果心理醫師應該 應該你沒看過 有啦 就是說因為 像癌症它轉移 它走血液或淋巴 像血液的話 為什麼你常常會聽到說 轉移轉移到肝臟 轉移到肺 為什麼 因為肝臟那個地方的血液 很豐富 而且那個 灌注到肝臟之後有沒有 它那個血流會變得很慢 所以那個血液 在肝臟的那個 停留時間已經非常長 所以癌細胞非常容易沉澱在那裡 所以非常容易肝臟轉移 那淋巴的話就有分區域了 所以因為它在這邊淋巴大起來 所以我就知道說 它不是肺癌 不是胃癌 因為這兩個地方 真的退容易轉移到這邊 像有些病人 他如果一來是腋下淋巴結腫快 如果不是發炎 我第一個感覺就是 他乳房有沒有問題 像他如果是腋下淋巴結 突然腫起來 如果不是發炎 我第一個感覺是 他腹內瀑布的脹劑 醫師照你這樣講 觀眾其實每次洗澡 可以自己摸摸看哪裡有影 可以啊 是不是 但是你要搞清楚淋巴跟一般的 皮膚腫瘤是不一樣的 對 你不要說長在這邊 你過得說是淋巴對不對 淋巴還是在幾個區域 比如說腋下 腹骨骨 頸部 你說長在這邊 你過得說是淋巴 那就不是 那可能只是一個脂肪瘤什麼類的 我就是去年有一定是按摩 按摩師大概按了幾次 他不太敢講 他後面 郭先生你後面有一塊這麼大塊 把他跑去 脂肪瘤 我怎麼看不到 他就看 就瘦下來摸好大一塊 對 那個就摸到有硬塊 對啊 可是你看看位置 像那個地方你說背後那個地方 那就一定不是淋巴 那也是果然瘤 我就是這樣子 因為我靠 就是在緊接著脊椎的地方 長了一顆這樣子大小的脂肪瘤 然後他就在緊靠著脊椎的地方 那我緊張死了 我本來想說 因為他就在 那個這麼細微的神經旁邊 會不會是什麼癌症怎麼樣 那也有可能是神經纖維瘤都可以 沒有 我後來有去找醫生 他就說就是一個很簡單的脂肪瘤 那不見一切了 對 因為其實對我們來講的話 硬塊只要我們一摸那種感覺 因為脂肪瘤感覺不一樣 還有很多腫瘤它摸起來 感覺會不大一樣 對 然後我們就會去排對應的檢查 另外還有就是像 我們科內還有常常會有 腳腫的病人走進來 像腳腫 你如果一隻腳腫起來 或是兩隻腳腫起來 你到我們冷靜球的時候 病人都會說 醫生我好像腎臟有問題 還是肝臟有問題 不然怎麼腳會腫起來 所以他病人就走進來 我就一摸他的腳 對 它是很腫沒錯 可是我壓不下去 像一般的腳腫 你一壓它會整個凹進去 然後再慢慢這樣彈上來 對 那他一壓我根本就壓不進去 我就說你這個跟肝腎沒什麼關係 這個是靜脈區 靜脈酸塞 而且是深部靜脈酸塞 因為其實腳腫有分好幾 大概有兩種 一種是壓下去壓得下去的 另外一種是壓 就像硬梆梆的 如果是硬梆梆的 大部分是深部靜脈酸塞 那種我要去掃他的筋嗎 所以我們常常會 可以再排一兩個檢查 就找到病因 是因為我們知道他是怎樣的症 大概有哪幾個病會這樣子 他們經驗夠 對 一般菜鳥醫師是不敢這樣去判斷 對 因為有時候就是 就好像各位也是一樣 你如果從學校出來 念了很多演藝的書的話 其實你一出來跟他用不上去 我們也是一樣 很多實習生每天在讀書 可是真正面臨到病人的時候 那個他實成功力都死不出來一成 我們再回到那個淋巴結 我們人大概有600顆淋巴結 我們可以摸到的就是在 頸部腋下跟腹骨溝這個地方 我們急診也是會常常有人有腫塊來 很明顯的腫塊 譬如說在乳房 我們就知道他大概是乳房的腫瘤等等的 如果說是在這三個地方 頸部腋下或是腹骨溝的話 我們就是 最常見的還是感染 感染發炎 對 譬如說他有喉嚨痛 我們就知道他頸部腫起來 是跟喉嚨痛有關係這樣 但是如果沒有其他很明顯的症狀的話 就跟江醫師講的一樣 我們就是要去找是癌症這樣子 是不是有癌症轉移的可能 像我就遇過一個年輕人 他就是摸到但他沒有去注意 然後就這樣拖了很久 結果後來發現他其實是淋巴癌這樣子 那也有遇過一個中年的婦女 他來自就是在鎖骨的淋巴結這邊 好像有摸到腫起來這樣子 結果他其實在細問 他有變瘦 而且他最近就吃不好 然後整個體力變得很差 結果去查他其實是 對 所以是我們就是 因為我們有經驗 所以我們會去往後面去推 他到底前面其實是 他的陰在哪裡 我問一件事 如果說這個人體重突然會 每天都掉個 每一個禮拜掉一兩公斤之後 那個很重要 那非常重要 就是減肥就是說 他照正常吃 他怎麼會掉公斤對不對 對 像這種病人很常見就是 我們在做檢查的時候 他的皮帶跟他的褲子 跟他的身材是不搭的 那就有問題了 是 還好我腰帶都沒變 這自己沒什麼好親信的 像我們一般如果你體重降低 大概就是三個因素 就突然間降低的 一個是癌症 因為癌症細胞吃 營養的速度比你身體細胞快 所以他一定會吸掉你 這叫癌症的二體質 是 另外一個是 甲狀腺的問題 功能抗健的體重也會掉很快 那還有 糖尿病 如果說你最近 變很瘦 不是你糖尿病變好 是你糖尿病控制很差 是喔 對 為什麼會這樣子 就是因為你糖尿病控制很差 你身體的血糖都用不到 所以他只好吃你身體的那些脂肪 還有蛋白質 所以糖尿病變成 比如說你已經二三十年 都有糖尿病了 你最近體重突然降低 你不要高興 是你糖尿病變得超級嚴重 對 才會變這個樣子 所以換言之 很多人在抱怨說 我就減肥減到死都沒減就什麼 那代表你身體是很健康的 對 對 算是健康的 至少沒有大病 至少沒有上述角算是大病 而且這個 像我們看皮膚腫瘤 也可以看出來你脚上線有沒有問題 我們就有看過一個病人來 他就來給我看他的腳 他說要腳這個 兩隻腳的那個進骨前面 莫名其妙要長四五顆 像水泡一樣的東西 又不是 就這樣鼓起來 然後有點腫腫的 我一看我就說 抽血 驗腳上線功能 我有問他我說那你有沒有 容易冒汗 容易怎麼樣 他說通常都沒有 就只有這樣 那他為什麼想要來檢查 因為就這邊長好幾顆 他覺得怪怪的 有的人長滿腿 他也不見得被他看 他那個其實長滿久了 他只是覺得很快都不行 他本來以為他自己會消 後來很久都沒消 不過就像剛才講的 其實我們這個地方還是腫快 其實大部分 癌症的發生率還是沒有這麼高 大部分還是感染為主 所以像其實之前就有一個 病人我就 他病人50幾歲 他也是這樣脖子走進來 一走進來的時候 我就摸一摸 我準備要排檢查的時候 因為我就跟他家屬暗示 因為有一些家屬不希望我們在 在那個病人面前直接講他 大概是癌症或怎麼樣 我就看到他一直跟我使眼色 我就說 我就說 那伯伯你先出去 那我跟你小孩子講一下 我就跟他講 我就說 你爸爸這個 這個腫這麼大 其實不像一般的感冒 因為一般感冒 如果零八節重啟 大部分是好幾顆 不太會一顆這麼大 你這一顆還是比較像癌症 那這個地方 就有可能是怎樣 我一看他講的時候 所以要排很多檢查 他家屬說整個臉色都很沉重 結果最後真的只是感冒 有時候真的會這樣子 你也有把錯的 對 還是會看錯 江醫師剛剛講這麼多 都在講理學檢查 理學檢查就是我們 中醫裡面的望文 問切 問切裡面的佔領答部分 但是我們看那個成人 還不太容易 我們胎兒 在超音部下一樣可以 看他外觀就知道他什麼 好厲害 這樣也可以 比方說水腫 這裡種種的 很多就是唐柿兒 唐柿兒 唐柿兒 你再看一下他的兩眼眼距變大 唐柿兒八九不離世 接下來要怎麼去確定 就是養水或者算別在檢查 對 有些小孩子你看他 兩個耳朵為什麼 位置比眼線低這麼多 知道這個有問題 一個徵兆就對了 對 所以有很多徵兆 還有一些小孩子 他在裡面手指頭 一直這樣子 板肌質 這又是某些遺傳疾病的特色 所以很多胎兒在 我們在超音部下就已經知道說 這個外觀就是 某一種遺傳疾病 那你現在看起來都是毛病 一定會紅 有時候這樣也是天才 他現在看到的都是毛病的 沒有一個是好的 我們最近有個年輕人 她才三十幾歲的女生 但是她就是非常愛喝酒 喝酒喝酒 我們進來的時候看到 整個女人都是黃色的 然後甚至我們打開她的手一看 上面都是冒一顆一顆小小的水泡 而且水泡裡面是青綠色的 青綠色的 然後我們要放它進去一看 那是膽姿 這個叫皮膚色汗症 非常非常罕見 他已經喝到就是酒精性乾硬化 已經非常非常嚴重了 這是我們第一次聽到的 對 我們也是非常非常罕見一個案例 其實他神智 因為喝酒有關係 所以已經喝到有些腦病變了 可以看出來他跟你都對不到交這樣 那他怎麼知道 他很不舒服才會來檢查嗎 對 很不舒服 他就是覺得也是該覺得怪怪的 可是他其實到這個已經很默契了 他這種原因就是他喝酒喝到肝硬化一定的程度 黃染非常的高 當你學習中 當你身體裡面的黃染非常的高的時候 他就可能從身體的任何地方分泌出去 最常見的是小便 所以那些肝癌不好的小便都很黃 像說有時候 到末期都會這樣子 江醫師不好意思 要請教一下 我沒有看 如果說喝酒的話 這個在打麻醉針的時候 會不會劑量要多一點 會 會 而且你喝這麼多 對啊 你應該要打到 前幾年有在拆一個那個硬卡 硬塑膠卡的那個刮骨刀 男生用那個手動刮骨刀 一拆 就一拆的時候不小心那個很銳 你知道嗎 就把我左手十指貼了 刮一刀 真的血流如注 沒辦法知道 去急診 然後那醫生也是非常的用心 醫護人員非常用心 馬上就是幫我說要縫 已經到又要縫了 他就只要打麻醉針 打完第一針之後 等了大概兩三分鐘 有感覺嗎 我說有感覺 他就戳一下 還有感覺 就馬上打第二針 過了大概也是兩三分鐘 他拿針頭 又戳我 有感覺 我說很痛耶 然後他們這樣就故鄉對看了一眼 你知道嗎 你喝酒 沒有 後來打了五針 我這一個人手指頭 上面打了五針的麻醉針 你縫起來 我記得縫了三針 然後五針麻醉針 他就是 找到一瓶針就好了 找到一瓶針 心裡一瓶八咬就好了 對 一瓶不夠 他打了五針 其實三針都縫掉了 對 後來醫生真的悠悠的問我 說 我說 我說不是前一天 我是前兩天我都有 他說酒還是要少 我說這跟麻醉有關係嗎 他說可能會導致說 我們要多一點針給你 那吃安眠要吃重的呢 一樣 一樣 酒跟酒精是一樣 對一樣 你會燉燉的 其實我們那些麻醉藥物 有一些成分就是類似安眠藥 像我曾經遇過一個那個 他之前就是常常安眠藥中毒 有一次他有發生很嚴重的狀況 我幫他擦管怎麼打都打不碎 他就是一直很躁動 一直沒有辦法讓我幫他 完成擦管這個動作 對 所以真的是還是會有影響 然後我們回到 剛剛講的腫塊這個問題 其實有腫塊大家都會比較擔心 是腫瘤或者是癌症 那其實有另外一個狀況 我們在臨床上也會看 就是說如果你的乳頭 或乳暈上面長得濕疹 那很久都不會好 其實要很小心吃乳癌 那之前其實有一個50歲的女性 她來門診 那是女生一樣 是乳頭為什麼還有濕疹 對 它其實是一個 其實有像濕疹的那個 像濕疹的那個樣子 那其實有時候 有些中年婦女 她可能因為內衣穿得不是很好 說摩擦或什麼的 是有可能產生一些濕疹的情形 有一個50歲的婦女 她就來門診 那她說她原來也是覺得說 乳頭乳暈的地方搔癢 然後有點紅紅的疹子 一開始去診所看 那診所醫生是覺得 當她覺得說應該是濕疹 所以先開藥膏給她回去擦 不過這個醫生很好的是 她有特別跟她說 如果你的這個狀況 擦藥膏都沒有好 一定要到大醫院再去看 那她就來門診看 然後其實我們一看就會擔心說 這個裡面應該是有一些問題 因為這個叫做波折式疾病 那她的特徵就是說 她在乳頭跟乳暈上面 會產生一些濕疹的狀況 那可能擦藥膏都不會好 通常這種一去做檢查 都會發現裡面是有乳癌的情形 她的那個我解釋一下 她那個講的叫胚疾病例子 她不是乳癌 可是胚疾病例子 她合併乳癌的機率有95% 不是每一個胚疾病例子裡面 都一定有cancer 如果她是單純的濕疹就不會 她不是不是 胚疾病例子也不是濕疹 它是一個乳頭的一個發炎的一個毛病 對 我說如果是真的濕疹 濕疹是不會 其實不大一樣 其實不大 還是紅 只是說你紅裡面 只是說那個胚疾病例子很特別是說 這種東西95%裡面都合併有乳癌 但是不是說你這樣紅紅的 你就一定是乳癌 而且這樣聽起來好像婦女觀眾比較多 這個職位在女生 這個病在外陰部也常見 外陰部 那也是一樣會忽略掉 一直在那邊擦藥膏 擦半天 我碰過一例 最後不是這個胚疾病例子 但是外陰癌 她就這樣一直擦 懷孕一直擦 擦了半年多 也不讓老公看 後來我一這邊看 外陰癌第四期 他們也會展示這種就是胚疾病 這時候合併一些泌尿生殖系統癌症 那如果碰到孕婦要餵母乳的時候 這個時候 小孩子 可以用藥 不是啊 很多藥它不會從乳汁分泌出來 不是每種藥都會 現在連懷孕都 有些化療藥都可以打 都可以打 而且要看區別 像你如果是在第六個月之後 即時打化療藥都照打 我們有病人懷孕到第六個月 第七個月有沒有 他就在掙扎 因為我們開完刀之後 他懷孕的時候 我們還是幫他開刀了 因為乳癌不能脫 我還是幫他開刀了 開完刀之後他就為了要不要打 他就打化療藥藥物在那邊掙扎 後來我們從中科醫師跟他解釋之後 就還是打 因為他本來想要等他小孩子生下來之後再打 但是我們跟他講說 你看完刀之內 兩個月之後你不打化療藥 其實你就不要打了 後來我們跟他解釋說 其實如果說你真的要拖到小孩子 生出來去打化療 其實已經沒有什麼意義了 那我剛才講說 那個化療藥物 其實在你懷孕的第三 第二第三期 其實去打化療藥物 其實有文憲報告 其實並不會傷害小孩子 只是藥物要慎選而已 還是可以打 因為媽媽都很保護小孩子 對 非常保護 他們寧可 寧可自己感冒不吃藥幹嘛 對 我就說你如果拖到 你生出來之後 這個癌細胞都不知道去哪裡了 你這樣可以嗎 他本來就堅持 他就是不要打 現在高齡產物業多 所以很多已經40歲 40幾歲就常常會合併了 腫瘤或者癌症 都會面對這個 但是醫學上其實已經 有很多證據知道說 某些可以做某些不能做的 那這樣商量之後 那很多媽媽就是只是為了說 可是告訴她說 可以兩全 可是我胎兒也怕受影響 所以這樣的話就是 專家的意見還是要提 我們跟她講她只要 她都要我們保證說 這完全沒問題 其實沒辦法保證 我們只能跟她講說 文憲上說是可以打的 可是你跟她這樣講 很多媽媽還是就跟你硬撐 所以我們很難溝通 沒有啦 媽媽是 媽媽一定是很偉大 因為懷孕的婦女更偉大 她所有東西都不會碰我的 為小孩子 但醫師還是要請教專業醫師 他會給你一些建議 那自己怎麼樣處理 醫師絕對不會拿你們生命開玩笑 當然 接下來我們再加一顆 姓梅 來 我們來看有哪些 我們其實因為病人 常常走進來 我們會觀察她的各個手 知識什麼的 我今天特別要講的是 我們可以從手指關節 來看命格之健康 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我們的手指 尤其在病人進來的時候 其實醫生就已經開始 在看你整個人 從這個人中 你就可以去猜這個人 有什麼疾病 不是因為我們科 是需要同時做 所以有一次有一個病人來 他來做口腔癌篩檢 可是在做的時候 我就聽到她一直 很明顯有這個聲音 我就偷瞄了她的手指頭 她的手指頭 就是長得大大的 我們可以看一下那個照片 對 她會長得很奇怪的是 在這個頂縫會大 那如果說你今天在家裡 你去這樣驗 你可以把兩隻手指頭靠著 如果中間有空隙 那就代表你OK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空隙 你就要小心 有可能叫做儲狀脂 那儲狀脂呢通常 它最常見的就是 慢性肺阻塞性疾病 就是抽菸抽很久的人 所以她在做口腔癌篩檢的時候 我就問她說 你抽菸抽了二三十年了 她臉色一震 我就覺得天啊 這醫生是不是跟蹤她 還是怎麼樣 她就說喔喔喔 對啊 可是呢因為她的狀況 是完全沒有進過治療的 所以我就跟她說 不然這樣好不好 我們先照這樣X光 至少先看你現在肺有什麼狀況 這病人比較不幸的是 她其實當時照完的時候 肺部發現了一個腫瘤 所以她其實是合併肺 阻塞性疾病跟肺腫瘤 那如果你有出現像這樣子的手指頭 你要小心 有可能是先天性心臟的問題 那最常見的其實就是 我們剛剛說的 你抽菸抽太久了 造成你的氧氣不夠 它就會出現剛剛這個手指 那另外有一個我們比較常見的 那那個病人是 那個是個女孩子 一個中年的婦女 她來看感冒 那她來看感冒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會觀察 她的這個外觀啊什麼的 這個時候我就發現 她常常做這個動作 她就一直這樣 她就一直這樣 我們也常常常這樣 對 她會一直這樣 我就想說她是為什麼 那天是冬天 我說為什麼妳會這樣 她就說沒有 因為她的手指頭很容易冰冷 那她就給我看她的手指 她的手指前面其實是比較深色 偏激紫色的 那時候我就問她說 妳會不會比如說 洗東西的時候會特別冷 她是在做人家幫人家洗頭髮 她說會 她只要是洗完頭髮 她覺得只要手放下水裡頭 就是酷型 因為她的手就會變成白色 變成紫色 就會花花的 那雖然她這次來看感冒 但我就跟她說 其實這個是有一些 我們叫Renal syndrome 雷氏症候群 她其實通常後面連結的是些 自體靈異性的疾病 後來問問之後 我們就抽血 我的確就是風濕疾病 就轉陣 但是她就很感謝 因為她一直以來都覺得 這個動作是她的習慣動作 她沒有覺得有哪裡 不對勁的地方 所以其實像看手指頭 其實也是在我們急診室 常常用來建立疑病關係的第一步 其實有一天 有一個中年老伯伯來看的時候 她其實最主要是聽鄰居講 說她 腳有個傷口 都一直不會好 鄰居就說你這也節肢 你這個會節肢 所以她就趕快跑來 跑來看急診 然後一高高看到的是我 其實我 我相信她內心也有點卻步了 因為想說怎麼這麼年輕的意思 結果她走進來要指 我問她什麼問題 她要指她那個 她那個腳的時候 我剛好瞄到她的手指頭 她手指頭就呈現這種狀態 抗的 有些人真的是這樣 我們常常打球會磁羅伯 那這個不是打球的嗎 還是 對 其實她會磁羅伯 可是有些人就覺得磁羅伯很正常 腫 所以都冰膚 消腫 止痛之後就過去了 事實上會呈現這樣子的變化 通常是我們的 有受傷 好像是賀伊亞還是誰 她說她也是有 她的手指彎的 對 所以我看到她就跟她說 你是不是曾經打球受傷過 韌帶有失 她說對 醫師你真來 然後通常我們 通常我們剛才建立了一個 其實有什麼人來的 就知道 她也這樣 瓜哥 這個才是重點 因為有時候病人 其實有一些私密的那種臨床症 其實是增加我們診斷的那個 因為她腳傷口一直不會好 當然我們大家都會拆糖尿病 或者是你的末少循環不好 結果她發現 我可以看出她一些 過往的事蹟的時候 她就說 醫師我偷偷告訴你 其實我生殖器痛很久了 結果發現她的那個 她的那個 龜頭薄皮整個都是發炎的 但是因為也不是說非常的腫 或者是有一些分泌物 所以其實 她因為她有症 其實一直忽略她 那其實她看起來就是 龜頭薄皮炎這樣 通常我們臨床上看到 其實都會 懷疑她其實有糖尿病 所以我就說 你這沒什麼好 你最近是不是常常喝水 多尿啊 就是隨便 隨便跟她講了幾個糖尿病 她都說 醫師你怎麼都知道 我們來體會檢查一下 那才發現她其實血糖很高 當然你很難在急診 一次的抽血 就斷定她一定有糖尿病 但至少你的空腹血糖 也不應該要超過200 對 那個一抽700多 當然你要斷 你要斷一個人糖尿病 一定要很謹慎 對 你大概很難想像 我常常在內診的時候 超奇怪 蛤 這怎麼回事啊 女生這樣排在內診 外音部一看 我說是糖尿病的外音部 是喔 結果看到有點粉紅色 一點淡粉紅色 然後皺皺的 就長期在抓羊 抓罐了抓很久了 燒羊 對 她就說真的是糖尿病 這個醫生沒想到都還沒開始 就一偷起來就看見了 所以常常外觀 你剛剛講說手指頭 我常常那個子宮肌瘤的病人 很好玩 就是說她來門診 中年婦女如果來到門診 臉色昌白 我一強第一個才子宮肌瘤 結果我說你坐下來 我說你手給我看 我不是看手 我說看 我很昌白 我說眼睛看上面看這裡 她說奇怪 醫生怎麼來不是要內診 怎麼一來就是看臉 就看這個 這醫生是在看面相看手相的 我說是啊是啊 我就看面相手相 就猜你子宮肌瘤 那我說今天如果是一個 十幾歲的青少女 也是貧血 我第一個猜 亂驚喔 她說醫生怎麼知道 我說經驗啊 可是我覺得一定要醫生有經驗 像在急診的時候 我帶我奶奶去掛急診 她就一直發高燒 然後就是 我不是說年輕醫生不好 而是她說老年人發高燒 那你就是感冒造成的發高燒 然後就開始跟他打退燒針 或打那個就是生理食鹽水 讓他退燒 可是他在那邊待了很久 這十二個小時之內 他燒了退退了又燒 燒了退退了又燒 後來我們想說不對 可是又不好意思去打擾醫生說 就是啊你可以先幫他看啊什麼 因為我們有護理人員的家人 知道護理人員忙 可是他實在發現不行 他越燒越嚴重 然後我們就找了一個 比較資深的女醫師過來看一下 然後那女醫生過來 然後看我奶奶躺在床上 就是嗯 他把被子掀開 就說 你不是發燒感冒啊 你是瘋瘋性組織炎喔 然後我們就說怎麼可能 他說你看他的腿 然後用我奶奶躺著嘛 他一直掀開才發現 他的腿腫了一大塊 就是紅的腫了一大塊 然後我們就說不會啊 因為他又沒有傷口 怎麼可能是瘋窩性組織炎 他說沒有喔 然後奶奶就說 我才沒有香港腳 我哪有香港腳 你知道因為那麼大聲被嚼 我覺得很丟臉 然後我們說奶奶你有香港腳 而且你不是香港腳 水泡還破了嗎 他就感染到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很謝謝那個醫生 他真的是看了馬上就說 你們不要再打什麼退燒的啦 又馬上再去抽血 然後做別的處理 所以其實病時也要很完整 因為有時候我們其實 才會遇到那種老人家 是完全不會講話的 你不可能把他全身都撥光 所以其實最清楚的是照顧者 可是往往照顧者都是外傭 所以家屬也只知道他發燒來 可是他什麼狀況不知道 外傭說阿嬤發燒 我也知道他發燒 因為我們兩個都是發燒 那事實上常常 欸 狀況一直沒有辦法緩解的時候 其實最常見就是 這是最常見的 可是偶爾你會發現 入床其實也很容易 很大片的感染 可是這是只有 切身照顧者其實才會知道 可是其實我們在 醫學生被教的時候 都是這樣子 就是要看全身 對啊有 我們是被教要看全身 不過現在的醫療環境上 我們常常沒有辦法這樣做 對 我遇過就有家屬來 就說我媽媽一直拉肚子 可是那個婆婆也是中風 就是臥床拉肚子 我說拉肚子嗎 因為我走進一圓 那個味道就不對 那個其實應該是有 上腸味道出血 就是解黑變的那種味道 為什麼他會一直說 他媽媽拉肚子 因為他根本沒打開來看過 都是外用在看 所以你一走進一看 他是真的拉肚子 拉肚子大家應該都知道味道 可是你是上腸味道出血 可是也會碰到好的外用 講得很仔細的 會 他們會有語言障礙 對 就是溝通上會有問題 但是有的真的是 跟老人家感情很好 有 你剛剛要 我就覺得醫師真的很厲害 像我有一個朋友 他也是一進門 他大概就知道 八九不理事 我那個朋友其實 整天腰痠背痛 然後就是 感覺像很倦在一樣 然後體檢也沒有什麼問題 體檢沒什麼問題 後來他跑去看綜藝人家介紹 老醫師一看他就說 他就不太了解 因為 對不起你說什麼 你的腎水不足 太常用 那我是要去哪裡取這個腎水 要去 你也無聊 真的真的 後來他就說 年輕人你可能真的就是 運動的次數不夠 然後呢 又常常日夜顛倒 熬夜 所以說他就很奇怪 他整天那個黑眼圈是很深的 如影隨形的黑眼圈 然後常常打哈欠 然後外醫生就說 很柔性的規矩他說 你應該常常走出戶外去做運動 你不要老在室內做運動 做一些運動 然後你的日夜一定要做起要正常 然後不要把太多的精神跟體力都放在室內 你應該多一些激烈性的 譬如說球類運動 或健身房運動 然後後來大概這樣就兩三個月 我說真的有改善 他說 這也算是中醫的望聞問切的一種嗎 我有一個問題是 好像是不是真的長期吃中藥 真的會導致你的外型可以顯現出來 因為其實我有一個朋友 有一個長輩 然後這兩年我看到他 我就覺得他整個皮膚狀況是 但是那個黑又不是那種 什麼曬太陽的那種黑 那後來是我有一個 另外一個好朋友 我們一起見到這個長輩的時候 我這個好朋友拉住我說 你這個長輩不太對勁 因為他整個膚色整個顯現出來 就是中藥過亮的那種黑 然後我才覺得 驚訣是不是應該要跟長輩講一下 沒有 因為中藥裡面含重金屬 你怎麼知道他吃久 是不是重金屬中毒了 不是 中醫裡面 黑是腎臟的問題 青是黃白黑 乾腥皮肺腎 膽小味大龐 腎 膀胱這邊的是黑 臉是黑的 心醉不焦 是黑的 所以中醫會認為說這個腎臟 所以他剛剛講是有可能 就你吃這麼多 可能腎臟都搞壞了也不一定 如果吃那種真正的 看到的藥草燉的 就應該不會這樣 不是 應該是說 各位對那種天然的藥物 都覺得好像不會傷身體 怎麼樣什麼 其實也不是啊 沒有一個藥物是越多 身體裡面 就好像我們常常說 你要補充什麼東西 其實要補充它多大量 其實根本沒有人知道 因為沒有一個東西 是補充到高量 所以我問 是對你好的 因為身上大概只有錢 越多越好 其他沒有什麼叫越多量 就是一定要一定的量 中藥也是一樣 你說它是天然的 為什麼我們說 常常會講說 你化學的不要吃太多 你天然的吃比較不會傷身體 為什麼 因為這跟演化論有關係嗎 因為這些天然的東西 從以前到現在 所有的人的記憶裡面 其實都已經接觸過它了 你沒有接觸過 你的長輩已經接觸過它了 理論上它對人 是比較沒有害 但是比較而已 很多化學的東西 是我們現在合出來的 對你而言可能 都是第一次碰到它 你人未必可以接受到 所以它對你的傷害會比較大 這是我們演化的理論 所以人家常會說 天然的好 天然好 我同意天然的 普遍比較好 但是不是越多越好 我就覺得如果 如果以其安心一點 不能拿藥草 像古法的宮廷劇一樣這樣 可能還好一點 對不對 來 劉醫師 再回到我們嘉義科們 只要看手指的這件事情 其實很多婦女朋友 會看我們的節目 其實很多婦女朋友 大概五十幾歲的時候 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她早上起來的時候 會覺得手很緊 然後有時候扭毛巾 也扭不太乾 對 然後常常就覺得很僵硬 不舒服 那其實之前 就有一個五十歲的 就是婦女她來門診 那她就說 她就我剛剛講的那些症狀 那她看報導 報導上面就說 就是要小心是 類風飾性關節炎 然後她就說她要來門診 看有沒有一些 就是類風飾性關節炎的狀況 想要抽血 看風飾的影子 但是其實我就說 好 那妳現在 先把手拿出來 我看了一下我就說 阿姨 妳應該很苦命喔 妳應該是從 從年輕做到老後 然後這個阿姨就說 對 妳怎麼知道這樣 她說她年輕的時候 做作業員 然後從年輕就開始做家 其實說她現在都還在做 這雙手嗎 對 就是有點類似 像這樣子的手 妳看手都做到彎掉了 對 做到彎掉了 可是比較特別的是 大家可以看到 她都是在比較遠端的關節 對不對 就是 末端 末端 對 那所謂遠端關節的意思就是說 離我們身體比較遠的 那一個關節 所以就是末端的那個關節 那這是一個很特別的 就是我們都會看的東西 就是說 如果妳是遠端關節的問題 常常會有一些疼痛 或腫瘡的情形的話 那比較像是退化 退化性關節炎 我看有人打麻這樣 手也是這樣 對 常常去用它 那可能就會造成退化的情形 但她比較擔心的 類風濕性關節炎 其實會比較在近端的關節 或者是晚關節 有兩個是不一樣的 這樣 有一次我去看手 因為我常常會麻 就是這半邊一直都會很麻 麻到那時候 我都懷疑是不是會有中風的問題 然後麻到就連後腦燒 你也是有酗酒的問題 我沒有 我沒有長水泡 對 然後就麻到臉 後面就是整個半邊頭都是麻的 然後肩膀都會很緊很痛 我想說那應該 要不然就是肩頸的問題 我就常常去按摩 然後後來就看了很多 就檢查了一堆 然後去看復健科的醫生 他就說 你一定骨盆這邊有受過傷 你是有被車撞 還是你生過小孩 我說我真的都沒有 他說不可能 他說我們這樣看你 你的骨盆已經錯位了 就是我這邊比較 他說這邊錯位之後 你是往前凹 你要把這邊調回來 你有一邊的身體你會用力 人會為了平衡 我後來想到了 有一次我站在椅子上打蚊子 然後從站在椅子上沒踩好 整個這樣砰正面摔下來 因為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每天晚上睡覺 我都沒有辦法正躺超過 大概30秒 就躺一下這邊就會很痛 我就要側身 才知道原來 這邊的麻到頸部 到那個後腦勺的原因 都是因為骨盆過溫 現在好了嗎 好很多了 你是有去復健還是 沒 就是後來有復健 他把我現場搬回來 就是壓一個墊把它喬回來 還分享的原因就是說 你就覺得很奇怪嗎 我撞到骨盆跟肩膀有什麼關係 那個身體會自動去找一個平衡 你這邊歪掉 他上面就會想要轉一下 就轉一下 變成上面的地方歪掉 然後比較 這個地方 你可能調的過多有沒有 這邊變得很不舒服 就喘到自己下來了 其實我們醫生 每次病人進來 就是你會覺得很奇怪 我明明是說我這裡不舒服 怎麼我會跟你做一些 其他無關的檢查 像我病人他進來就是 他就說他胃痛 他想叫我幫他排胃鏡 因為他是我的老病人 他就坐下來 其實我們病人進來 我們都有習慣 我們不是跟你講話而已 我都是全身看 我都是從 就是你有露出來的地方 我能看到我都會看到 我不會叫你撩下來給我看 所以以後我去看你的時候 我都要穿少一點 你這樣可以 重點說到了 重點說到了 我們現在是一個很嚴肅的情況 你知道嗎 你現在是要跟江醫師要做 太嚴肅了 我們要稍微那個 你後了一下 看路之前早點來就好了 那個病人來胃痛嘛 我就說我會幫你排胃鏡 但是你還要去抽血 然後另外我就罵他一句 我說你那個藥要按時吃 他就說 他媽媽就開始說 對 醫生你們都知道 我每次叫他知道都不愛吃 因為我們看病例的時候 其實我可以看到他過去的病死 那個病人一坐下來 他雖然說他胃痛 但是我看他手指 這個地方就腫一顆 兩個大腹指都腫一顆 然後手也一直在抖 然後我就看他 他有腳上線的病死 我就說你這個就是腳上線的 功能抗進 你又沒有按時吃藥 所以你手才會抖 所以我就罵他 我說你要按時吃 另外就是我要幫你抽血 他說為什麼要抽血 你知道因為我腳上線的功能抗進嗎 我說那是其中一個原因 另外一個 因為他痛風死 我們一看就知道 他說他從來不知道 他說他一直以為這是正常 因為他這個已經長了十幾年 他說不理他 其實他就是痛風死 所以他那一隻一查出來 胃發胃潰癢 那有痛風死 然後腳上線功能抗進 沒好好吃藥 所以他本來只是來看胃而已 所以我們其實 很多時候還在回到那一句 就是 我們來考個題目好了 有一個中年的男生 然後他抽菸 然後他會喘 而且我們就看他的外型 就是有點瘦瘦的 然後他的手指很明顯的 除撞子這樣子 然後他還說 他最近瘦了 他考你診斷 對 考你診斷 他說你聽了這麼多 你猜他什麼毛病 你說除撞子 對 然後他抽菸 然後他來是說他會喘 而且他最近變瘦了 肺有問題 這是肺 胡半仙你厲害 對啊 吐肺的問題 會喘啊 要咻咻咻 咻咻 而且那個人來的時候 他的坐姿 他的喘氣的姿勢 你一看就知道 我跟他講 瓜哥可以在醫院打工的事 我碰到 可以在診 可以在診 他每天聽了這麼多了 我碰到一個長輩 你知道他就 他就抽菸抽幾十年了 後來他因為跟我們講 他當然是戒菸 後來跟我們講話 你就聽他講話 講幾個字就 對 對啊 還會表演嘴唇 我剛剛有看到 你會表演他的嘴唇 你看他吐氣的時候 會這樣吹口哨 會咳起來 不然他氣吐不出來 有時候是會覺得 像我有時候會覺得 有時候壓力太大的時候 我氣傳不出來 我就會 對 就是這樣 已經很痛苦了對不對 你知道嗎 所以要叫大家戒菸 因為要講那個典故給他聽 因為抽菸抽幾十年的人 你到最後每天 你氣都永遠換不出來 對 像你剛才講的 我們剛才講的那個動作 其實大家一般觀眾會覺得 好像跟你相反 我明明是要吐氣 我應該嘴巴這樣大一點對不對 就告訴你 其實你嘴巴這樣子比較好吐 你嘴巴圈起來 反而比你比較吐得乾淨 真的 像吹小口這樣 Q Q我就知道 這個菸實在是不能碰 對不對 而且菸跟很多很多的癌症 都有關係 不是只有肺癌 很奇怪吧 我有聽過有人抽菸抽到 那個腎發炎 然後後來就是急性 是喔 所以應該要告訴觀眾更多的資訊 要不然 你一直炸到菸架有什麼用 他要照抽 旁邊都寫說 很景欲 對 婦產科到底會有哪 從外觀來可以看出哪些 走路知識發現病情 其實走路知識發現病情 最多應該是神經內科 他們看那個 用這個走路來診斷很多神經的疾病 但我曾經碰過一次就是 就是一個中年的婦女進來 她走路進來跟我說 她的問題就是 她有一個很大的腫瘤 因為我專門做腫瘤癌症 婦科腫癌症 那麼已經倒到肚臍上面來了 我說 可是我看你走路 再走一次看看 我說 你看像懷孕吧 她說不會 我在診所看過沒有懷孕 她診所超音波機器比較舊一點 她沒有辦法看 這一二十年的事情 當時超音波有些不是很好 她說沒有懷孕 有一個很大的腫瘤 進來 我說好 你這樣說 那我們做個超音波 一看有心跳 懷孕六個多月 她不知道 她不知道 已經懷孕六個多月 所以你說她走路知道她是 對 我說你走路像鴨子一樣 我陪她來的嚇一大跳說 怎麼可能會這樣子 我說 那不然你覺得這心跳是假的嗎 一看就她有頭 整個全身都有 所以有些時候 我們看這個一個人走路的樣子 已經也猜了很多問題 我想很多科的醫生 包括家醫科那科 他們也都很多猜 我們這一科還算比較少的 不過我也碰過那種 來的時候抱著肚子 就很痛很痛很痛 然後我看這不得了 臉色不太對 那我就說你葉勤什麼時候來 她一問我說 她說 她說對 下個禮拜 我說那你剛剛在幹嘛 她說剛才我老公要出國 送她去桃園機場 我說回來就一直痛嗎 我說那出國前幹嘛 她說出國前沒有 就是 因為她要出國了嘛 我是說稍微 聊聊天一下 沒點禮物一下 所以說聊聊天嗎 攪碎一下 對 她說後來 她又說 我說真的沒有別的事嗎 她說醫生你怎麼問這麼多呢 我說不是 我就是在想 你是不是 因為我感覺你應該是內出血 應該是黃體破壞 撞擊 對 撞破了 然後黃體破壞都發生在 月經快要來的前一個禮拜 大概前七天左右 那個黃體囊腫最大 被撞破的 所以有些時候真的是 你看她的各種 比方走路 痛的樣子 可以猜出很多的疾病 其實這台疾病就很常見 尤其是如果走進來 是那種年輕人 然後旁邊 女孩子抱著肚子痛 然後旁邊有一個氏族 就是眼神一直倒出來 你大概猜都會是這樣 但如果是爸爸媽媽陪伴人 你也要用一點技巧 把爸爸媽媽引誘到別的地方去 對 例如說就帶小女孩去掃操 我順便問她 不一定是那種事吧 你以後可能都騎腳踏摔下來 或者撞擊 因為那個 只摔下來撞不到她 是喔 那很難 需要重力撞擊 對 99% 而且需要你要天使七力人 你現在需要你的黃皮膏長到一個大小 是容易被重力 那也有可能用情緒商品 不一定是 所以我們有更多 也可以 但是不是想要這樣重造的 猜測病人 當然病死很重要 但是如果你家溫的病死 他發現 他不是在月經快要來 他是 月經慢了兩個禮拜還沒來 大概在六到八週以上還沒來 你大概猜 這如果忽然下腹痛 女孩子忽然下腹痛 有點引導出血 大概 我遇到的幾乎都是子宮外孕 子宮外孕 那個在急診算是婦可的急診 是一兩個禮拜的最常見 可是二十多年前 我們子宮外孕不用這樣診斷 那個急診的歐巴桑就會診斷 Eatopic Eatopic就是子宮外孕 Eatopic 我剛剛有當醫生的時候嚇一跳 我當實習醫師的時候 怎麼都會 就昏迷了 那二十歲上下 一看他就立刻診斷 他們診斷每次都百分之百證券 你聽到沒有 都猜錯 不用多念書 你在醫院待久就知道 都猜錯 就立刻受婦產科 然後趕快開刀 那我們急診也會看到 就是走路就可以診斷 譬如說 你如果有一個四十歲中年男生 然後走路很慢很慢的進來 然後任何一個動作 好像一不小心他就很痛這樣子 然後他走到你旁邊 你就覺得好像讓他坐下來 都覺得對不起他 你可以直接讓他躺床 然後把帘子拉起來 褲子脫下來 對 那這個案子 它就是肛門的樓管這樣子 發炎很厲害 那我們就是要去開刀清床這樣子 之前其實有一個七十歲的老人家 家屬帶他來看診 家屬是懷疑說他會不會是憂鬱 就是有老人憂鬱的情形 所以帶他來看診 然後可是其實我們從他 一走進來的那個步態 大概就可以看出端倪 就是他走進來的時候 是像那種 大家在公園散步 有沒有看到有一種老人 他走路是小碎步 身體在前 對 然後身體一直往前 感覺就是他快要往前倒的那種感覺 那其實這樣的狀況啊 我們叫做就是那種小碎步的 有小碎步這樣的狀況 再加上說他有撲克臉的情形 再加上有一個蠻典型的就是說 他手指 會很像搓藥丸這樣子 一直在抖動 他就是發生生死症 說這個應該是要到神經內科 去做治療這樣子 我就遇到過一個十二歲的 十三歲 十三歲的小朋友 他就來了嘛 就走路這樣開開的 我以為他是去騎腳踏車 騎太多 騷擋是怎麼樣 走路這樣子這樣 開開的這樣走進來 然後就一來我就說怎麼了 他就說那右邊的地方 兩邊的睪丸都很痛 其實他已經兩天了 所以他拿下來的時候 就有個急診室組織機說 這個不會是急著那個睪丸扭轉吧 因為睪丸其實在那個硬囊裡面 它並不是完全被固定的 所以它是可以轉的 有時候他一轉 轉太多的時候 整個血管就會 血就過不去 這個六個小時之後 你不然要轉回去 你大概就要 睪丸就要拿掉了 所以我到時候問他說 你這個痛多久了 你最近有沒有在幹嘛 因為不然為什麼會突然間 扭轉還是怎麼樣 這不太知道 我說你痛兩天了嗎 可是痛 如果是扭轉應該撐不到兩天 我就想說他另外一個 年輕人比較常常 就是 就好像你那個 就是細胎過度也會這樣 他這兩天 他剛剛說這個蛋蛋 好說好說 他這兩天 這是一種公圍的行為 對 他這兩天如果做太多次的話 也都會這樣子 就會變副稿炎 就會看起來就會很痛 所以就會有點像 搞完扭去的樣子 因為我就問他說 你這兩天有沒有做什麼 其他的事情做很多 這樣 我說如果說沒有的話 我們要懷疑 懷疑你這個睪丸 可能是扭轉 這可能甚至要把睪丸拿掉 他剛才跟我承認 他這兩個禮拜 DIY7次 DIY7次 他才13歲 他才誇張 我要提醒大家 那個副睪丸其實 你外觀上其實還會看到他紅腫 因為他就是這種感染發炎 但是如果你是那種睪丸扭轉 他是急症 你如果是忽然 忽然大透氣眼 有些你如果很幸運 你可以看到睪丸整個橫白 遇過就是 在晚上睡覺睡到一半忽然痛 忽然大痛跑來 就帶來 那個其實你要請他平躺 腳開開 像在看整台這樣子 然後你要去 就是圓外轉那個沒有 要把他扭蛋 扭蛋就對了 對 要有一個方向把它轉回來 剛才都在聊下半身的話題 其實我們從皮膚科 也可以觀察到一些下半身的事情 從臉呢 我們最近常常 臨床上碰到像是 17歲18歲的女生 來看掉頭髮 為什麼會掉頭髮 它就是臉圓圓的掉頭髮 臉上出油 然後看到 手腳毛很長 然後 這種情況下其實 我們都會 第一個時間 我們就會轉真給我們 腹腸科醫師 為什麼呢 因為這種情況常常是 我們叫多囊性卵巢的症候群 因為這種病人通常會合併 吊髮出油 還有一種叫 黑色脊皮症 就是他的脖子後面會 黑黑粗粗的 這種都胖胖的女生 他們很多 然後月經不是很規則 這種情況下 我們都會轉給腹腸科醫師 然後做後續的處置 所以我們從皮膚科 也是可以看到下半身的位 你去看膠科醫師 它上面可能會寫 一個疾病 上面底下會寫十個症狀 其實有時候 中兩三個就可以了 所以你一進來跟我講 一個兩個 我懷疑是其他的東西的時候 我就會順便再跟您問你 你有沒有其他症狀 所以有連結關係 對 所以你看 從今天討論結果當中 這醫師 為什麼大家會相信 那邊有稍微有年紀的意思 因為他看病 對不對 經驗 當然也有猜錯 今天講的都是講猜對 不是 不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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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年輕醫師 你也要給他機會 不然他們累積了一些經驗 所以我們西醫當然也不是神 但是他經驗是相當豐富的 而且加上他們真的很仔細 幫你看的話 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現在大家 對醫師要多多的信賴 謝謝大家 謝謝 現代人壓力大 常常會有偏頭痛的情形 特別偏頭痛 一旦痛起來的時候 常常是會通上好幾個小時 真的很折磨人 除了吞止痛藥之外 大家不妨試試一些天然的食物 例如國外就有研究證實 維他命B和礦物質鎂 都可以有效的預防和減緩偏頭痛 不含維他命B的食物 像是一些醇乎類和乳製品 不含礦物質鎂的食物 就有堅果類或豆類